好,那我们就来准备这么一些静态数据 我们进入到这个NGX的虚拟主机站点目录来 我们在这儿呢,来,可以编辑这么一个TXT文本 我们可以LR-H,看一下这TXT文本有多大 3.5兆是吧 那我们呢,可以这个,再往里面多写一些内容 让它更大一点 我们可以这样写一个ECO超哥和号1.99999 让它写入10万个字符串 然后我们往里面追加去写 追加,好像还是不够多 那我们呢,给它写一个20万个字符信息 往里面追加 再追加 再来 LR-H,看一下这文件多大呀 cc.text,12兆大小是吧 那我们可以再往里面再多写一点 这个60万个,走 已经有点慢了是吧 因为这个写入的信息实在很大了 刚刚H,看一下 那行,这个文件呢,它现在是27兆的大小 行,那我们啊,现在准备好了一些静态数据看一下 比如这个txt文本 好,第二步叫做此时测试 此时在没有开启GZIP压缩的情况下 访问该txt文本 那好,我们现在可以打开opt ngex的配置文件 然后斜-gzip 发现这里是没有任何跟GZIP相关的配置的 对吧,那保存退出 咱们最好明确一下它的配置 sb-ngx-s-reload 给它reload重读一下配置文件 浏览器的开发者模式 在我们回车下去之后呀 那它现在是不是在一直转圈啊 想要把这个文件中的内容全部给它读出来 是吧 那你看,它现在已经加载了8.4秒了 诶,十几秒了 还没有读完 因为这个里边数据实在是很多 是不是啊 你看 由于数据太多 这个传输的数据量也比较大 你看这浏览器一直在刷新 这个浏览器 得怎么着呀 等这台服务器把所有的数据 给我们浏览器返回了 返回了之后 浏览器呢 还得把这些数据加载 因此它这个速度 你看是多慢啊 一直到36秒 还没有加载完毕 40多秒了 咱们呀 这个文件实在是有点过大了 那点个X 给它X了 诶 Pengin中 那行 咱们最好这么着吧 呃 这个文件有点大 不便于咱们做实验是吧 那我们这样 重新整一个C1.text LL-H看一下 C1.text 7.4兆是吧 行 那我们在这访问 C1.text 走 划线也并不快 你想 你如果访问一个很大的文件 这服务器给它发过来 这服务器给它发过来 是不是得等很久啊 对吧 你等一个网站 这一个文本就要读2.4秒 是吧 这个图片 图片了或者文本了 由于太大 是不是这个网站响应速度会很慢呀 那好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叫做 在没有访问 没有开启GZIP压缩情况下 访问这个文本 发现 发现加载速度很慢 那我们在第三步 可以开启NGX的GZIP压缩功能 怎么开启呢 其实啊 我们只需要 只需要在这个 HTTP 这个 配置中 打开如下参数即可 来 我们把这个代码 给它往这一贴 其实就是打开如下的参数 都是这种 PValue型的 人家提供好的关键字 咱们填写值就行了 比如这个GZIP ARM就代表开启 然后呢 这个GZIP的HTTP版本 是1.1的 遵循1.1版本协议 然后呢 GZIP压缩的等级 这个4呢 等级越低 压缩效率越高 那当然了 压缩效率越高的话 对于这个服务 对于这个CPU的 这个损耗 也是更高的 消耗也是更高的 然后这个GZIP TTPs 能够支持压缩的文件类型 你看比如TXT文本类型的 这个GS文件了 还有这么一个 CSS样本文件了 XML数据文件 是吧 还有什么JPEG 图片类型的GIF 这个GZIP 就是在这指定 能够支持哪些文本 进行压缩 明白吧 我们只需要把这一段代码 来打开 opt淘宝NGX 主配置文件 然后呢 我们就是可以 比如在这个Solver上面 在这里粘贴 把这个如下的代码 往这一贴就行了 它就会让这个NGX 支持GZIP压缩了 咱们保存退出 改完了配置文件 一定要改代码 改这个RELOAD -SRELOAD 走 重启了之后 我们再来访问这个C1.txt 走 来同学们 看一下 由于它这个字符串信息太多 这个浏览器做一个展示 还是比较慢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它的传输大小 你看 它说184数据 已经传过来了 对吧 Resource Size 原来的大小是1.2兆的 你看 给它节省到180多K 是不是这个 整体的一个传输的一个资源大小 就已经变了很小了 对吧 那如果你针对这个大量的图片文件 静态文件数据 对它进行GZIP压缩的话 会让你的网站传输数 这个速率会快很多